2011年火影PNP结束 从来没有人会想过 它竟然是火影整部里面最精彩的部分 同年任天堂发布了它的掌机3DS 索尼也未曾想到3DS竟然会终结 它最后一代掌机PSV 还是这一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 大家都在疯狂地抢加点言 而苹果已在这一年发布了 它们史上最经典的一代手机 iPhone 4S 而我呢刚刚结束完了中考 有惊无险地考上了高中 回头看过去 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的事情 谁又会想到竟然已经过了9年呢 而2011年的你当时正在干什么呢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 在2020年的现在 一不久年前的iPhone 4S 到底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开始这一期的节目吧 2011年我还在用联想的一部功能机 名字叫做i300 在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台手机 但是当年我的表哥买了一部iPhone 4S 当我第一次把iPhone 4S拿在手上的时候 我的整个世界感觉都不一样了 一晃9年过去 我也从一个青涩的学生 变成了一个全职的小导演 于是我用这把iPhone 4S拍摄了一部短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想正常顺利地用4S去拍一部短片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这部手机最后的系统是iOS 9 但是iOS 9拍视频会过热发烫 而且会卡顿掉针 所以说在经过一系列的折腾降级刷机 越狱之后我把系统给顺利地调回了iOS 6 iOS 6是我最喜欢的操作系统 没有之一 无论是安卓 赛班 或者是现在的iOS 12 在我的记忆里面 从来都没有像iOS 6一样经验过 时隔9年 你很难想象到2011年的手机竟然可以达到如此的流畅程度 与此同时童年的安卓 连一个流畅的线性动画都很难做到 由此可见 4S当时对我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为了作为参考 我从家里找到一部2012年发布的中兴手机 虽然说这样的对比稍微有一点不公平 iPhone 4S当时售价5000多块 这部中兴的手机售价不到2000块 在UI的交互逻辑方面 当年的安卓在苹果面前 几乎是毫无招架之力 在iOS 6系统的状态下 用相机拍摄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当年号称最强的视网膜屏幕 在如今看来色彩一直是非常的舒服 现在绝大部分的软件都不能适配iOS 6系统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从红白机 GBA NDS 3DS时代过来的用户的话 你就会明白在2011年的手机上玩到这种游戏 对当时的我来讲是多么的震撼 时过境迁 手机的屏幕越做越大 功能越来越多 风格也从你物化变成了扁平化 像素越来越高 拍视频的分别率也越来越高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怀念过去的那个时代呢 其实我们怀念的不是那个时代本身 而是在那个时代当中我们的自己 最后在4S外放的音乐当中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和声作词 和声 和声 说